行动是最动人的情话 今天借着山川 借着河流 他们用眼神里的彼此 大肆地炫耀了那份爱情 拥有便是美好 可两个人的爱却充满着未知跟艰险 单单身份就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一个未来嫂子 一个丈夫的妹妹 但此刻前面的缘分让两个女人交织在一起 他们会一起出去冒险 一起走进那个本是情侣所谓的鞦韆 肆意妄为 温情片刻那份勇敢 让身为未来嫂子的灵也变得勇敢 两人之间有了这些美美的相处以后 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发酵 两个女人都开始挣扎 一面是自己的新歌 一面是自己的未来嫂子 翠花仿佛再次成为了这个世纪的孤儿 可翠花这次选择了勇敢 选择了面对彼此的内心 两个女人的不受控制的拥吻 彻底搅乱了彼此的内心 更搅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翠花的哥哥发现了灵的夜不归宿 闻到了可话的嘻嘻 任灵万般的解释 可一切都显得那般的没有力量 那晚灵辗转反措 无法入眠 悄悄来到翠花身边 他们想要给彼此一个结果 想了结此刻这段不该发生的关系 一句句伤人的话 在他们嘴中倾笑而出 爱情面对现实就是如此的脆弱 殊不知两个房间的通风管道 暴露了他们的所有对话 翠花的哥哥崩溃了 一边是自己未婚妻 一边是自己亲妹妹 这段畸形的爱在此刻被放到了审判台 那边的赤裸裸 那边的可悲 今夜爱情成了伤害 成了伤害这个界的原罪 后来凌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离开 翠花试图挽回跟哥哥的关系 可一切都病了 伤害带来的后遗症 或许会伴随人一辈子 整整一生 这边的发言 接近吃 最后遗症